其实蔡英文是一个非常虚弱的一个政治候选人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笑话 民营党里头有一个非常当权派的人 她是大的无线电视台民事的创办人蔡同荣 这次蔡英文把她列在安全名单之后 把她列在安全名单她非常生气 她就用民事作为电视舞台 每天的痛骂蔡英文 那有人就私下劝她了 说你好好的浮选蔡英文 那说不定她安全名单里头的不分区立委 有些人就去入阁了 然后另外你本来排在二十几名后面就可以往前挤 然后立委也选得很好 这样的话你也可以继续当你蔡同荣喜欢当了立委 结果蔡同荣说了一句话 她说要让蔡英文当选 比让蒋介石反攻大陆还要困难 所以民进党的人其实也没有那么看好蔡英文 而我对她的观察呢 她是一个很虚弱的候选人 所以为什么她会和马英九两个人打到平手 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两个人都非常的弱 马英九让民众觉得她很冷感 那蔡英文让民众觉得她非常的虚弱 赵绍康呢是马英九的好朋友 她忍不住也着急了就公开写文章 逻辑的乱用人 然后呢又乱换人 这是马英九呢 她的用人风格 所以马英九作为一个非常弱的领导者 加上蔡英文也是一个很弱的一个反对党的领导者 两个人还打成平手 如果马英九对到的民进党是一个很强的是苏贞昌 事实上我觉得马英九几乎没有办法选下去了 那么现在呢 其实马英九还有一线希望 但是这一线希望里头 她必须好好处理好 宋楚一所谈的问题 谢谢